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嘴今天为您带来的精彩视频 曾在《还珠格格》中饰演小燕子的赵薇出世了 起因是由网友发现赵薇主演的多部作品将她除名 包括了《还珠格格》系列电视剧 已经没有了赵薇的名字,瞬间引发了网友热议 不久之后,又有网友发现影视剧中《捕妈猫霸》的演职原表中 也剔除了赵薇的名字,包括一些视频网站也无法搜索到有关于她的作品 据悉,早在此前就曾有网友爆料 赵薇将遭到全面封杀,并且已经通知相关电视台 之后,曾经与赵薇关系亲密的人 都删除了与其在社交平台互动的帖子 知情人爆料称圈内已经没有能联系上赵薇的人了 包括天后也联系不上了,赵薇已经失联了 很多网友便开始议论赵薇是因为何事被定义为猎记一人并封杀的 早年赵薇的一段采访视频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赵薇竟在采访中大胆地透露,我杀过人 采访视频中,主持人表示每个受访的嘉宾都会给他一个秘密 赵薇表示自己很想给主持人一个秘密 因为自己是明星,生活在聚光灯下 赵薇便表示自己是没有秘密的人 主持人依旧没有放弃,称总会有的 紧接着,赵薇便说出了这句让无数网友震惊的话 赵薇说完这句话之后,自己也挖了一声 就像是释放了一个憋在心里很久,很久的话 主持人听到之后也很震惊,一连说了几句这个太好了 主持人还想深挖这个问题,便继续追问 但赵薇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采访便换到了下一个话题 这段采访视频在网上一直都有争议 有网友表示赵薇就是爱开玩笑,并不能当真 不过也有网友认为赵薇当时的神态不像是开玩笑 这次赵薇被下架除名影视作品后,这段采访再度引起讨论 之后有网友指出,赵薇会说这句话的原因 可能与早期的万维网事件有关 万惠女士在2008年左右评论了赵薇集团黑恶势力的不法现象 随后导致自己家的网站你好万维网被人恶意攻击抹黑 普通人搜索百度,全都是抹黑内容 网站客户大量流失,最后无法维持经营 不仅如此,当时夫妇二人在各大媒体也无法发声 此后,万惠女士及其先生万维网负责人吴乐水前往日本躲避 但吴乐水却因脑部疾病不幸逝世 赵薇又在之后给网友的孩子取名字 用药水给粉丝的孩子取名字 这里面牵扯到一些超自然的说法,就不去探讨了 但取名这件事也是实事 随后,万惠女士前往澳大利亚躲避 但赵薇仍然不放过她 派出自己工作室人员孙权,监视万惠女士的一举一动 之后,赵薇集团更是将万惠女士强行送入精神病院 进入精神病院的万惠女士在承受巨大压力的同时 还饱受患子宫肌瘤的折磨 肚子肿得像怀了八个月的身孕 晚上无法入睡,胃部被挤压十分疼痛 但万惠女士选择了抗争,也就是复仇 其坚持在互联网发声音 然而由于其精神状态不稳定 言语零碎,被广大网友嘲笑 再加上赵薇马云控制下的各大媒体 持续删帖禁言,导致长期无人问津 之后万惠女士也就再无消息 而赵薇依旧在娱乐圈里为所欲为 网友的抵制也随着时间的流逝烟消云散 手握一条人命,也只是冰山一角 赵薇还有更多的恶行,与她的丈夫有关 在2008年的一个宴会上,赵薇与黄有龙相遇 当时黄有龙在宴会上主动要了赵薇的电话 俩人后来就谈起了恋爱 黄有龙之前交往过港姐叶翠翠 据说经她指点,叶翠翠在股市很赚了一笔 但赵薇不是叶翠翠,认识黄有龙之前 就已经拥有多家公司,甚至在资本市场上小试牛刀了 2003年,重庆路桥的半年度报告中 赵薇的名字首次出现,位列第七大股东 到了2006年,赵薇的持股量最高达到346807股 之后,因为第十大股东的持股量达到39万股 超过了赵薇,她的名字才从前十大股东中消失 2006年,吴洪亮、刘朝晨,赵建联合出资100万元 注册成立唐德影视 2011年,赵薇个人投资77.64万元 入股唐德影视 公司签下范冰冰的独家电视剧代理 投拍了爆款剧《五妹娘传奇》 2015年2月,唐德影视登陆创业版时 赵建持股640.44万股 占股10.67%,赵薇持股117万股 两人股权价值近6亿元人民币 2013年,赵薇指导至青春 这是她研究生毕业作品 自己的公司普林赛斯便参与了投资 最终票房超7亿 不论从选男人的眼光还是经营自己 赵薇的思维模式都更像是男性商人 而不是女明星 做生意,讲究投入和产出 要考虑成本、利润、风险 更需要互相借力 而这些,正是这些年 赵薇的身体力行 首先看她选的伴侣 从早期的公子哥 到运动健将 到后来的富豪 赵薇找男友的审美完全不同 画风一直在变 由此可见每个阶段的关系 更像是用女性的头脑做出决定 而不是看脸 看感觉 看何而莽 谈恋爱时 很少见到她秀恩爱 身上几乎没有情绪化的时刻 看不到大部分女性 用恋爱和受伤感知世界的那一面 所以这么多年 赵薇基本没有因为感情问题栽过跟头 这种思维方式 同样体现在她的婚姻中 赵薇2010年低调生女 和很多女明星靠这个上热搜不同 她回答感情问题 从来是轻描淡写 微博上几乎没有和老公的合影 甚至说婚姻不值得去抢求 自己是个对婚姻不抱希望的人 赵薇的婚姻模式 有点像杨澜吴征 都是女方具备很大的国民知名度 男方深谙资本运作 巨大的名气和巨大的财富结合在了一起 就好比两个人合伙开公司 一个人站在台前负责生产流量 一个人站在幕后负责投资 而世上所有的合伙人 哪有比夫妻更紧密 更值得信任的关系呢 强强联手 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更快完成阶层进阶 建立更核心更顶级的资源和人脉 所以有一个时期 赵薇和黄有龙的夫妻 垫开得风生水起 身边大佬云集 商业世界里 多个朋友多条路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恒的利益这些交友准则 在赵薇的朋友圈里 非常明显 2007年的《八杀慈善业》 他还跟周迅李丁丁站在一起 半冰冰孤零零站在一边 2016年 唐德影视敲钟上市的时候 他能言笑艳艳地跟宿迪合体 姿态得体 对一般宫斗小花能比 他的交际圈子早就不止于此 有那英王妃刘嘉玲这样的圈内天后级人物 更有马云这样的大佬 很多人不明白 两个人为何会跨界交集 据说是因为赵薇的老公黄有龙 当年马云宴请笛尔 盖茨的时候 还邀请过黄有龙 而赵薇也是通过这层关系 和马云认识 之后 马云还带赵薇亲自参观了阿里巴巴 俩人之间还达成不少商业合作 随后 赵薇和马云一起投资 入驻阿里影业 成为第二大股东 他还认识王健林的太太林宁 林宁不是普通阔泰 并不单纯依靠老公王健林 自己也担任着林氏投资集团的CEO 林氏集团业务板块繁多 有装修装潢 餐饮娱乐还有对外贸易 还掌控着号称中国最顶级会所的俱乐部 欧兰特 欧兰特俱乐部 是很多中国知名企业家的专属俱乐部 柳传志 马云等都是欧兰特的VIP 经常在欧兰特举办各种商业活动 林宁和赵薇一起参加过大连某豪华酒店开业典礼 赵薇在微博里晒了和林宁的合影 林宁甚至主动认了赵薇做干妹妹 王思聪是娱乐圈纪简尾 但几乎从来不再往上去批驳赵薇 可见知道赵薇和自己的母亲私交甚度 看了这样的交际圈 你不难理解 今天的赵薇 女明星的那一面 只是公众看到的一面 她另一面 更像是财富达到一定量级的商界女性 2016年8月 黄有龙与明诺国际财务有限公司达成贷款协议 但后来遭遇财务危机后 只偿还了部分利息 三亿本金一直尚未归还 2020年赵薇和黄有龙也传出婚变的消息 同年7月 赵薇将社交账号里 关于黄有龙的动态全部删除 婚变传闻愈发甚嚣尘上 但工作室很快出面辟谣 捕风捉影类的慌 吃瓜谨慎 好好工作 没想到9月份 赵薇就被拍到和富二代小鲜肉科育明深夜约会的画面 两人不仅一起吃饭 一起去超市采购 还一起归家 2021年黄有龙被债权人告上法庭 此后两人再无互动 从还珠格格开始 赵薇的国民度在圈内几乎无人可以匹集 她却利用大家对她的喜欢 做一些有争议的事情 如果赵薇真的是犯错被封杀 那么只能说是她自己害了自己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明星 说不定下次视频就是她了 同时可以关注一下大嘴的Facebook 大嘴鱼记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大嘴鱼记 敬请关注哦